共产党在中国 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 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 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 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 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 以史实讲述历史 今天的题目是反右和一言堂的形成 这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21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 ParisDink 以前土改正反速反的时候 不管多残酷至少 理想语言还在呢 还过得去 但是武器以后 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 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 但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 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深远 一直蔓延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所谓犬中主义 说假话 出假货 卖假药 说一套做一套 只顾自己 林培瑞教授的观点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观察杂志总编辑陈奎德认为 毛泽东当年就是想通过反右运动 形成在中国的一言堂 要统一意识形态 统一基本的话语系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右这个事情 使现代中国完成一言堂的奠基礼 这正是反右运动 与其他历次运动区别最大的地方 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为右派 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 文革时期以血统论一文而闻名的玉罗克 其父母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玉罗克的母亲是民建的一个基层负责人 当时民建副主委张乃气 已经被打成右派 玉罗克的弟弟玉罗文说 那时候张乃气先被划成右派 在他讨论的时候呢 我母亲就说 我怎么看不出他哪点像右派呢 就是这么一句话 他就被划成右派了 我父亲就更简单了 我父亲人不爱说话 而且他对共产党我觉得看得比较透 后来给他选成一个职工代表 发言的代表 把这些所谓的发言的代表呢 集中到一个地方 不让你回家 好像软禁那种方式 让你难受 本来没想那么严重嘛 就想那既然这样呢 就说两句吧 反正为了应付吧 我父亲只说了一句啊 说现在这小汇报的这种制度不太好 他说这样的话 人和人之间关系就很冷冰冰的 就这么一句话 马上打成集中份 当时就不让回家了 就给他劳动教养 我们的行李什么的东西 都是我们家后来送去的 从那会上你没再回家 五七年到六四年 差不多将近七年了 福建人蒋鼎 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参加解放军 1957年反用运动期间 在位于四川重庆的解放军北培步兵学校 政治部组织科担任助理员 我在发言当中呢 仅仅是提了几个意见嘛 一个呢 我是说民主集中制 我们国家实行这个制度呢 跟西方的一个民主是不能相比的 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有范围啊 有限制的啊 不是西方的那个民主自由 今天因为这一句话 他就说我攻击了中共的这个民主集中制 还有呢 对于国外的总理有十几个 没有民主人士啊 当副总理 文学评论家舒武 曾经在1955年打倒胡锋的运动中 提供了胡锋给他的私人信件 立下了反格一击的大功 然而他1956年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说难免的短文 批评一些官员以难免二字 作为工作马虎的借口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 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点名批判书武的这篇短文说 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 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 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 唱一个对台戏 结果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批驳书武的文章 书武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大部分右派都属于上面这类 因言获罪的右派 他们的言论被说成是 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郭罗基说 从57年开始 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 尽管中国当时的宪法规定 人民有言论自由 但是 在中国好像言论自由 只能讲革命言论 只能讲正确言论 只能发表正确意见 不能发表错误意见 在中国要真正实行言论自由 无论是革命言论 反革命言论 正确言论 错误言论 都可以自由发表 就要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 这个命题不推翻 没有言论自由 也没有政治民主 中国就不会进步 当时的中国大约有五百万所谓的知识分子 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 五十五万右派 就是占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一 但是实际上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五十五万人 在反右运动后期 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化右派 已经化为右派的 改化为地主或者坏分子 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就有五十万人 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统计 各类右派有110万人 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 反右运动一共是180万人 成了人民的敌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 作为右派的主体呢 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个是以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 楚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 第二呢是以刘兵燕代黄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 第三类呢是以林锡林和北大的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 第四呢是以冯雪峰叮铃爱亲吴祖光 中滇飞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 第五类呢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 以上五部分人呢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 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 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 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 正所谓的表扬了指路为马的 提拔了溜须拍马的 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 偷偷具有学历的标签 但是呢他们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这种功能 所以呢知识分子等于一直到文革 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了 还有一类右派没有被包括在高瑜总结的五类右派里 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员 这批右派多数是不同意中共极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 甚至是由于工作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 其中包括一些邓小平曾经亲自出马打倒的中共省部级官员 在青海省邓小平将省长孙作斌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在甘肃省他将副省长陈成毅孙电才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邓小平在西安一次会议上杀气腾腾的说 对党内右派不管他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 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领 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 广西省副省长陈在立 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 新疆自治区书记塞普拉野夫 安徽省委书记李士农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希等等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1925年参加共产党 其夫人陈修良1926年加入共产党 两个人一直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 中共建政以后 沙文汉在政治上与毛泽东为首的 中共主流派官员不合拍 被曾经担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 当时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 在毛泽东面前告状 被毛泽东钦点为右派 夫人陈修良也成了极右分子 夫妻两个后来的境遇十分悲惨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 杨某一书记载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将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 定为右派交给群众批斗 省委书记夏争农持异议 不久 刘健自杀 夏被指对右派有温情主义而撤职 因为对右派态度不明朗 省长赵建民也被撤职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文革以后给右派平反时 对曾经在中国青年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刘少棠说 你的右派话错了 我是想保护你们过关来的 但没有保护下来 否则我自己也会当右派 堂堂中共的红小鬼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竟然也担心自己保护几个人就可能自删难保 其政治环境之恶劣可见一般了 就连在1956年还跟毛泽东唱反调 要反冒进的周恩来也不得不夹起尾巴 顺从毛泽东了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 把知识分子打一大巴掌 同时的也警告这些党内领导人 你还是乖乖地跟着我的判断走吧 所以我们知道 在6月23号周恩来再讲话的时候 按照博一波的说法 周恩来在那篇讲话中痛薄右派 撞人民的志气 灭敌人的威风 周恩来已经不再是1956年6月的周恩来 说我要反冒信 毛主席讲的话都不想听 57年6月的周恩来 已经是对毛圣上英明成荒成恐了 曾经在1994年到1999年 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 在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承认 1957年反右之前 民主生活会最好 相互之间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被批评的同志还可以做解释 反右后在说真话方面受到影响 当年由于拒绝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 而被迫退出共产党的赵根植说 反右最可悲的结局就是 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就没有了 是非善恶颠倒过来了 以前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要忠孝仁义 对朋友就是要讲仁要讲义 这个不行了 这个就是不站稳立场 站稳立场就是说你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自己能爬上去 就可以揭发甚至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 很多妻子离婚了就揭发丈夫 他自己就保住了 传统的道德打破了 而且又没有信的道德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反右运动的形成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 和个人野心有直接和重大的关系 1956年12月4日 在毛泽东即将发动反右运动之时 毛泽东还在写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 和风细雨地说 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 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957年 在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反右运动之后 他发表了题为 《关于正切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指出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 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基本结束 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1957年9月到10月间 中共中央召开八界三中全会 毛泽东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 否定了自己的上述观点 不顾中共八大的方针 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 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而且 在反右运动的具体开展中 毛泽东也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和名誉 使出了引蛇出洞的计量 先让人们大胆明放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当年的右派蒋鼎说 你叫我提意见 你当初也宽了我们的心 说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众 文者诸见 有者改之 无者加勉 这个是当时的宣传啊 没有发言的还不行 你对为党整风这个认动 你报什么态度 党叫你提意见 你提错也没有关系嘛 你为什么不提呢 逼得你非提不可 一定要提 结果你就提了啊 趁所预言了啊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叔说 所谓的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的言论 张不军的所谓政治设计院 罗仁基的所谓成立平反委员会 罗仁的所谓反书言论 都是5月20几号 在民放座谈会上发表出来 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反复邀请他们说话 他们最后就提了一些意见 这种公然撒谎的手段 竟然被毛泽东得意洋洋的命名为杨某 原来的右派 香港作家张成爵认为 毛泽东的个人品格 是这场劫难的最大原因 我认为是中国社会这个制度文化很多因素造成的 但是其中一个关键的一点是毛泽东个人造成的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 共产党也好非共产党也好 谁搞过反右派这类的这个思想灭绝的运动 没有嘛 毛泽东这个人啊 很厉害 也可以说是个伟大的天才 他就能够想到把人的这个思想 就是把你洗脑洗得那么彻底 每一个人呢都死尽他地的听他 反右这个运动 我认为你离开了毛泽东个人的品格 这个光谈社会啊 什么责任啊 什么历史发展的这些东西都有 但是你毛泽东的是主要矛盾的这个关键的一点 没有毛泽东绝对没有反右 反右运动的后果 其一是使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 毛在党内的地位改变了 影响力改变了 根据博一波的回忆说 自从反右结束以后的南宁会议 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 也很难像以往那样 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 平等的商讨问题了 这标志着建国以后 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有正常和比较正常 向不正常转变 毛就拉开了他和他的党内同志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落差 毛泽东地位的上升导致了后来的大跃进 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良英 在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灾难一文中说 于是 是非真假完全颠倒 谎话假话满天飞 人人在谎言中生活 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 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 幻想三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 结果饿死了四千万人 造成了第二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反右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全面压制 毛泽东1957年7月9日 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时说 我例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毛泽东对反右运动的结果一定非常满意 中国独立记者高宇说 1957年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 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 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消灭知识分子 主要目的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 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毛泽东和反右运动 他是要让知识分子的灵魂来坍塌来扭曲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57年整人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 真的是一代知识分子 几代知识分子断了代 他要打垮和消灭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独立的思想 自由的人格 自主的人格和社会批判的这种力量 反右运动对毛泽东和中共来说 最大的成果莫过于消除了一切与毛泽东和中共不和谐的声音 观察杂志总编辑陈奎德说 从主流方面来说 反右运动就是在中国剿灭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和前途的一场运动 57年这样大规模的一场运动 使得思想的国有化就基本上成行了 也就是说中国以后的基本的政治面目和意识形态版图 在57年确定了 在57年毛泽东写了个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 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其他党派的声音 其他党派的报纸和所有的宣传阵地全部收归共产党所有 本来在57年之前 各个民主党派还是有自己的报纸 有自己的言论阵地的 到了57年全部收编 也就是说57年是非常清晰的画出了 以后毛泽东统治直到1976年1978年之前的 全部中国的政治地图 也就是说到56年的资产的国有化 到57年的思想的国有化 然后到政党的花瓶化 报纸的收编等等全部完成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以后的中国的基本上政治版图 就基本上按照毛的完全的独立的意志往前走了 基本上中国人就没有自己的说话的语言方式 没有自己思想的思维方式 完全是一个头脑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而这个严重的事件是通过57年反右这个运动达成的 所以57年反右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 我觉得与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格局的形成 有极大的相关性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谢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